各位Good TV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刘慈慧 谈到童年 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在大学教书近三十年 学生教我的事 有个学生来到教室 非常的冷漠 非常的距人一千里之外 可是当我们慢慢的彼此 在一个爱的关系的里面 他开始对我有所信任 有所接纳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他在童年的里面 受到很多父母 爸爸妈妈 虽然也都是高知识分子 可是对他所造成的言语的伤害 使得他对自我的形象 非常的不好 一个孩子对自己的自信 对自己的评价 还有他的人际关系 对将来的一个期望 其实都很难不去回想到 他们童年走过的一些例子 其实童年走过 其实不是没有留下痕迹 但是这个痕迹 这个伤痕 到底要什么情况之下 可以去了解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我们很需要一个平台 能够抽丝剥茧 让人可以愿意勇敢 去看自己过去 所留下的一些 对我们自己生命将来 会有一些继续的 一些负面的影响 在一个可能的时间下面 可以把它清除 然后可以重新出发 我相信这个童年的系列 是可以带着大家去看 我们可能自己一个人 没有这个勇气 也没有这个力量 可以去探究的事情 邀请您收看 由前一份老师主讲的 幸福学堂童年经验系列 我可以带着你来看 我可以带着你来看